但是我觉得何君好像没有一个交代 他是嘴巴很厉害的 他嘴皮子特别溜 我觉得应该在这展示一下他嘴上的风暴和工作 我跟你讲 其实今天在我们现场有很多的朋友 对向上非常喜爱 对何君也是非常的崇拜的 对 咱们可以发起挑战 对 能不能给他们一个机会 跟何君有一个交流 好 有请 我们现场有很多嘴皮子也很厉害的 也想挑战你的向上 你敢不敢应接这个挑战 有吗 有吗 有没有 来 小伙子 来 咱今天在这个新孝林的场上 当场测试一下 何老师您会不会说话 那来吧 我就这么多人 我得证明一下我会说话 那怎么说话 这样 我说三句话 你要能小上来 就代表着你会说话 你说三句话 我能学上来 对 我能说三句 三十句 三百句 来吧 我来了 第一句 我请您吃饭 就这个 太简单了 大伙都会说 说 您吃饭 您吃饭 动作 动作 哎 动作 表情 体型不下啊 其他都一样 再来 我请您吃茶 我请您吃茶 错了吧 没错 没错 错了 我哪错了 我哪错了 你看 我说几句话 三句啊 对啊 前两句你都说了 那最后一句 错了吧 你怎么没学上来呀 我这句也算了 当然呀 你居然傻 他不会说话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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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你你你别别绕着我 你不来你们学校了啊 你你这样 我不能在辽宁卫视 我丢人现眼在这 三句话我学不上来 刚才没注意 你再来 必须我得说上来 不说上来 我这没脸回去 挽回点何老师的那个面子吧 好 再来一遍 行啊 这回再加两句 甭说两句 二百句都行 来 我就挽回面子 我请您吃饭 还这个 我请您吃饭 我请您吃茶 我请您吃茶 错了吧 错了吧 几句啊 三句了 你看错了 不会说话 我不跟你说笑 我走了 气我 我问你说何老师 不仅请您这样气你 我们的女孩也喜欢相声 人家也想像你发育挑战 来来来来 来孩子 何老师 何老师你知道吗 就刚才那小胖 但是我们班呢 他平时就特别坏 他就喜欢欺负年纪大的人 不是我岁数不大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 就是本质上有区别 我非常善良 我就喜欢善良的 一看他小子长得就坏 因为他长得比我还可 但是我非常喜欢何老师的相声 但是我不会说 我喜欢玩脑筋击传弯 您喜欢吗 我小时候就玩脑筋击传弯 我玩到去年还没停呢 你看我这脑子全是玩的 那大家先去玩一个脑筋击传弯好吗 行啊 跟你这么漂亮的女孩来一起玩 走都行 来来来听题啊 A B C D 代表的是猪 马 牛 羊 那如果我说牛的话 您应该说什么 A B C D 猪 马 牛 羊 你说牛 我应该说 C 哎呦我去 你太聪明了 真的吗 什么的 哎呦 头一个这么夸我的 那接下来咱加快速度好不好 刚才是示范 哦示范那来 好开始了 好 牛 C 摇 D 马 B 牛 C 摇 D 马 B 猪 A 猪 A 猪 A 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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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两位 谢谢外星凯的表演 我们将送给他们一个小礼文 海伦凯的眼镜提供的 价值五百元的海伦天光 帕阳镜送给你们了 谢谢 这两个还是特别臭妙 对 其实这两个都是我们昨天和老师在我们这个培训班当中挑选出来的 是吧 他们演的怎么样 不错吧 真的把小礼文送给他们二位 哎真的不错 但是这个答案 哎 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欢声笑语 我们本期 你不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们本期的这个西教练也要结束了 也请刘卫到我们台上来 来有请 今天这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有点快 特开心 但是我觉得今天过得特别的快乐特别的开心 因为有了刘卫的到来 有了何军的到来 这一个小时他们完成这么的过程充满了那种坚信 给我们大家的那种快乐 也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好的 谢谢各位 希望呢 西小林永远带给您快乐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